十五贝勒 怎么样 找着我哥们呀 这前前后后所有的大街小巷酒楼都找遍了 就是找不着啊 还有那个 妓院还在找呢 你胡说什么 我哥怎么可能去那种地方 那十五贝勒 那我们这个怎么办呢 这马上就要拜堂成亲了 这我怎么知道啊 我的亲哥呀 这么大一个烫手斩鱼扔给我 我如何接得住啊 十五贝勒 大福气你就到门口了 还不快就接 这 八嫂 您来了 八哥和玉姐姐呢 是我叫他们不要来的 十四弟呢 八嫂 进屋说吧 这是哪儿啊 坐坐坐 我的玉儿呢 着什么急呀 玉儿我在这里 等会儿会好好伺候您 这位大爷今晚是我的 不许跟我争 红玉儿 凭什么呀 这位大爷一看就是有钱的主 你凶相独占啊 凭我叫红玉儿 赶快走 别耽误了我们 等芳花竹叶 臭美子 走走走 胡闹 这事要是传出去了 我大监的颜面何在 再说了 要是让你八哥知道的话 还不知道怎么处置它 八嫂 你快想想办法吧 大福建 是我贝勒 奴才倒是有一个主意 不知妥当否 快说 喳 大福建 奴才觉得 不如先找一个人去迎亲 大爷 您真应勤 就让玉儿我来服侍您吧 玉儿 他是我的人 赶紧走 酥儿 溤儿 你真是没出息 那个大玉儿 我不是你 为了皇太极 连命都不要 你还惦记他做什么 童儿滚 童儿滚 玉儿 玉儿 你别走 玉儿 你别走 玉儿 童儿滚 我不走 玉儿 童儿 玉儿 玉儿 孕娃 羽毛新年高 新来的 都是你来了 都很难的 都很难的 是你这个 什么呀 小伙子 你怎么怎么回事 新来怎么这么亲爱的 新来怎么这么亲爱的 这就是 新来怎么这么亲爱的 诸位 诸位 诸位安静一下 大家听我说 是这样的 近几日我们的新郎官偶感风寒 他也是怕传染给大家所以蒙面 还请大家见谅啊 大家见谅啊 原来是这样 这新郎到底是什么啊 这新郎怎么办 是啊 嫂嫂 嫂嫂 我是多多 是多尔滚的弟弟 我哥的身体不适 今夜不能陪嫂子了 请嫂嫂自便 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 你 你不是白天来接我的吗 我看你身体好好的 你哪里不舒服呀 嫂嫂 白天我是替我哥接亲 还请嫂子恕罪 怎么回事啊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哥的不见了 父亲 是这样的 我家十四贝勒临时有点事要处理 暂时回不来 对 请您宽心 办什么事 有什么事比成亲更重要 我看你们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 没有把我们修罗放在眼里 嫂嫂 你别误会啊 我哥他没这个意思 我哥他真是有事在身 真的 请嫂嫂见谅 时候不早了 还请嫂嫂早点歇息吧 来人 好好照顾附近 是 嫂嫂 多多告辞 我 他 大爷 您才起来呀 您的女侠客都已经走了 什么女侠客 你是什么人 我是红玉儿啊 奴家原本想来伺候您的 谁知来了个女侠客把我赶走了 还想杀了我 女侠客 吕珠 她还活着 哥 哥 哥 你昨晚去哪了 你把我害惨了你知道吗 我好像看到绿珠了 东东 走跟我一起找他去 哥 哥 你醒醒吧 为了玉姐姐 你把人家修罗公主 一个人扔到洞房里 现在又要去找绿珠姐姐 你到底怎么了 绿珠是为了我受伤的 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我要找到她 端儿管 你回去和绣罗公主 好好过日子吧 别想着大悦儿 那个无情的女人了 也别再管我 也别再管我 大汗 大汗 嗯 东仁馆的婚礼还顺利吗 还蛮顺利的 真的 听说新娘子可漂亮了 有知书达理 玉儿说得没错 新娘子还说了 过几日 她要来给大汗请安 这个多尔滚还真有福气 之前多尔滚还不愿意呢 这下好了 大汗也放心了 不是吗 哥 去看看你的附近吧 走 是你把她迎进门的 要去你去 我 哥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跟孩子似的 我可是你弟弟 那我之前为你做了那么多 都白搭了是吧 好 行 那我还不管呢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是我的父亲 你就是我的父亲 我告诉你 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是皇太极硬把你塞给了我 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如果你听话 就在我府上好好待着 如果你闹腾 我就派人送你回修罗群 这就是你说的大英雄 这就是你说的大英雄